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音乐人陈珊妮 李端贤所共同打造出来的一个虚拟角色叫做拜金小姐 听到这个名字你一定会觉得她是全身的名牌 其实不然拜金小姐只是喜欢一些闪亮亮的事物 她还是一个拯救世界的女英雄 风光伟业不少 我们这一起来认识这一位有趣的拜金小姐 太阳是那次的头盘 在盘古开天的神话时代 有一位又辣又正点的拜金小姐充满无敌力量 她拥有一身好武艺 为维护世界和平 勇敢挑战恶魔党 而这位可乐王书中的拜金小姐 其实是她与音乐人陈珊妮 李端贤三人的综合体 她们三个人的跨界组合有无限种可能 但是只有拜金小姐这个响亮而简单的称号就让她们偏爱 于是可乐王的诗画创作加上陈珊妮 李端贤的音乐 拜金小姐的首张专辑就这么推出了 就是有可乐的文字 然后我们把音乐放上去之后 变成一个合作之后 我们开始想要怎么样给她一个名字 因为我们三个变成一个组合 然后我们三个都很喜欢这个名字 因为也不知道干嘛 就其实不是那个就字面上的意思来讲 是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 哇 好闪亮 好漂亮 对 很无敌这样子 所以其实后来可乐王有 应该她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前面都有收到很多拜金小姐这个字的 想象的一些灵感 而可乐王笔下拜金小姐大战恶魔党的故事 更表达了她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与省思 拜金小姐可以干什么会让她很闪亮 所以就想到大战恶魔党 然后她要大战哪一些恶魔党 这个其实有居然来伤脑筋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其实现在台湾其实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后现代社会 那这里面有很多人在统治台湾 可是台湾的人并不自觉 比如说台湾并不是陈水扁跟连战的统治 其实是许春美 柯四海这一帮人在统治我们 所以大战小也要来干嘛 就要来继续大战这些恶魔党 我们这一代要来大战恶魔党 一定跟上一代不一样 我们就要用普拉达气功波 跟路易卫登旋风 像这一类型的名牌的气功 才能够打倒恶魔党 可乐王为拜金小姐打造完美外形 而陈珊妮与来自香港的李端贤 更借由舒服的音乐 会与拜金小姐迷人个性 可想而知 这位拜金小姐势必风靡全台 而可乐王最近也受邀 在当代美术馆展出她的摄影作品 这期摄影连展的主题呢 叫做出神入化 而其中除了有可乐王 记录在西门町的青少年 他们青春无敌的影像以外 还有其他艺术家 他们的视觉创作 当中有很多的作品 都相当的令人惊奇 我们一起来看看 突破传统摄影的想象界线 秉持前卫精神的台北当代美术馆 开春展览出神入化 带领大家透过镜头 看看迥异于现实的世界 青少年的天堂西门町 在潮流来去之间有万种模样 在这里流连的青少年 在可乐王的镜头捕捉之下 像极了西门町的毕业纪念册 最近大头贴更风靡了 然后每个美少女都会摆出 那种很大头贴 他们其实感觉自己就像明星 然后有的美少女会更怪 比2001年拍到的更怪 2001年可能拍到 她可能吐个舌头 有舌环 这样子觉得很炫 那2004年拍到的美少女 她是看起来长得还蛮正点的 可是你要拍的时候 她突然做出一个新兴的动作 青少年时期也在西门町 丁玩耍的可乐王在2000年 开始了这个拍摄计划 她打算用30年的时间 帮大家留住属于每一个人 青少年时期的西门町 摄影可以不用只是纸上艺术 摄影家记录911恐怖攻击事件 将那个时空定格在鲸鱼缸里面 还有小鱼穿梭其中 看起来更宛如虚幻的记忆 出神入化大大颠覆了我们对摄影的原有想象 摄影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面貌 包括像这个用装置形式的摄影作品 或者说是观念性的摄影作品 还有一些是用数位影像来合成的一个摄影作品 那么这是我们对于摄影 它可能会发展到什么样一个地步 所提出的一个可能性的发展 颠覆传统摄影 每一位艺术家都各有不同想法 摄影是凝结了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而艺术家就仿造出一个立体化的雕塑作品 数位化的创作模式逐渐成为年轻影像工作者的新趋势 艺术家将自己的身体 合成为传说中的女娲和虚幻的未来人种 而当时间被冻结在照片当中 照片则被艺术家冻结在透明的固体里面 让记忆中一些很难去归类 或者是捕捉的东西 但是其他就是存在一种漂浮的状态 除了透过镜头看世界 有些艺术家干脆直接参与自己的作品 陆荣之和陈文琦的金桶玉女计划 拍摄了一百对完美伴侣 而另一位大陆摄影家更是说服被拍摄者 脱掉制服让自己穿上 颠覆所谓身份这样的社会角色 一系列作品既挥谐又反讽 十足当代精神 中文字幕积中文字幕提供 用选择和区域字幕提供 这些原文字幕提供不可可行 这个文字幕提供述就成为 竹香气入口 12328233248 中文字幕提供地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